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中声道客传唐代诗人张继在《风桥夜博》中,这样提及寒山寺,忧身僻静的寒山寺,悬挂在半山腰,钟声时常响彻山谷,寒山寺是中国几大名寺之一,是个清静养性的好地方,他也常年接受着各路相克的香火前,相克来到这里上香礼佛,祈求心中所愿,相传清朝年间,寒山寺去发生了一件扑朔迷离的案件,此案牵连数百人。 此案如今看来,也是疑点重重,整个案件朝廷都已交给大理寺,大理寺也是无从下手,这么多百姓和僧人惨死。 朝野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,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,我们一起来翻开这历史的篇章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道光年间的一日清晨,寒山寺没有像往日一般按时敲响钟声,大门也不似往常那般敞开着,紧闭的寺门惹得门口相克议论纷纷,接近晌午。 寒山寺门口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,但寒山寺的大门依旧紧闭,胆大的人想从门缝里一探究竟,可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下一条,门里面是另外一番景象。 寒山寺从门口到寺庙的大殿中,能看得到地方都四仰八叉地躺着尸体。 从门缝里探头的那人吓得惊声尖叫,众人不明所以,纷纷抢着探头观看,寒山寺的门被撞开,尖叫声响彻山谷,只见里面僧人,相克皆僵硬地倒在地上,一动不动,皮肤发紫,面露惨壮,口吐白沫,嘴唇发黑,整个寒山寺一夜之间倒下数百人,无意活口, 宛如死神将临班寂静,外面的乡客下的四处逃散,仿佛他们看到的不是烧香礼佛的寺庙,而是人间地狱,朝廷非常重视这件案子,立刻派大理寺众人前去调查此案,并下达了死命令,今日见此案者,不可向外多说半个字。 否则将有牢狱之灾,无缘无故地惨死数百人,这可难住了大理寺众官员,要知道,古代是非常迷信的,对于牛鬼蛇神都是保留一份敬畏之心的。 如今,在寒山寺这么大的寺庙发生这样的事,难免惹民间猜忌,大理寺派人将寒山寺团团围住,将寒山寺里里外外检查一个遍,没有找到一个活口,不只是人,连活的牲口都没有,这就令人很费解了。 大理寺少卿找来学识渊博的太医,对这些尸体进行检查,每具尸体颜色发紫,疑似中毒,身上并没有别的伤口。 依据太医常年的经验而言,这是集体中毒事件,但是由于时间间隔有些长,古代医疗水平有限,并不好检查出他们共同误实下什么,大理寺众人头疼不已,就算对众人死亡的原因有点眉目,却不好验证所猜测的是对是错,更不好对这次案件定性。 这是无意的人为事件,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恶性投毒事件。 官兵将数百具尸体都挪到空地上,想从这些死去的人身上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,或者找到某种必然的联系,以此打破现在的僵局,也好堵住百姓的悠悠之口。 大理寺少卿继续派人翻开死者的衣物,检查死者的口碑是否有异物,现在扑朔迷离的案件,让他实在不敢向皇帝交代。 为了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,也为了大理寺在百姓心中的微信,一名官差正在检查尸体,一只手突然握住他的脚踝,吓得官差大叫起来,他的叫声引来所有在场官兵的目光。 只见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下,有一人的手正在有气无力地摆动着,像是痛苦地挣扎。 在场众人平住呼吸,一动也不敢动,大理寺少卿最先反应过来,赶快吆喝着让人前去把这具尸体抬出来,看看是否还有一口气在。 大理寺少卿知道,如果能有幸存者,这件案子将很快破解,可是周围的官兵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 吴一人敢向前去救人,最后还是几个不怕死的官兵,前去查看了情况,将那只摆动的手捞了出来,安置在客房里,太医赶到现场,上前检查此人的情况。 用手撬开这个人嘴,喂下一颗药丸,并喂他灌下些汤水,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中毒的人,既担心又害怕吃下药丸没多久,那人的手指开始有了知觉,嘴唇上的黑色也减退不少,面色不似原先那般发子,一切症状都有所缓解,太医每隔一段时间就给那人喂一些汤水。 几个时辰后,这个中毒的人醒了过来,这对大理寺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,大理寺众人将中毒之人团团围住,醒来后的中毒之人看到这阵仗,整个腿发软,脸色一下子又白了过去,浑身直打哆嗦。 大理寺少卿对此人的身份进行细细盘问,这人看到这么多人,自然是不敢撒谎,只能将自己知道的一五一时的交代了,此人名为刘青,是寒山寺后院新来的帮厨,由于他才来寒山寺没多久,所以对寒山寺不太了解,只知道昨日是住持六十大寿,来来往往的祝贺的香客有很多,香客门前来大多表示谢意,同样也送了不少香火钱,住持吩咐后厨为香客们多备些吃食。 算是礼尚往来的一种,寒山寺后院的主厨知道这天客流量很大,于是吩咐主面,这样急来急主,急主急时,此举就能不耽误大家时间,只是光主面未免显得怠慢相克,于是命刘青带几个得力的人去采摘点新鲜的食材,最好是民间不常见的,这样也显得不入俗流,刘青带人翻遍了后山,发现一种奇相无比的香驯,几颗香驯长相十分鲜美又人,民间并不常见的, 这种食物生存环境十分挑剔,所以一般很难见到,更别说吃到。 刘青带头挖下了掌饰最好的两颗,还留几颗他另有用处,主厨看到刘青摘回来鲜美的香驯,大大的褒奖了刘青等人,随后,主厨立即将香驯切成丝,混合着油香,拌在面里,味道立即上升了一个层次,刘青也抵不住这碗香驯面的诱惑,但是他是新人,不敢偷吃,只敢咬一勺香客喝剩下的汤,只是他没想到,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,刘青喝下汤不久,便开始了。 刘青带开始头昏脑胀,意识也开始模模糊糊,他只记得,在他昏倒之前,地上已经躺下不少人了,包括他们的主厨。 刘青讲完这些,周围的人都沉默了,大家似乎都意识到那碗面出了问题,但是,为何独独刘青活了下来,这样死无对证的说辞,又有几分可信呢? 刘青看出了大理寺少卿的疑虑,慌张得不知如何是好,就在此时,刘青想起来自己并没有将香驯全部摘走,他是包藏私心的,他原本想着夜晚再来采摘卖出去,定能赚不少钱,刘青一拍脑门,就要带大理寺众人去后山,那里还有他们采摘的痕迹。 于是,众人有张罗着去寒山寺的后山一探究竟,刘青一人拿着一根棍子走在最前面,其余众人都战战兢兢地走在后面,傍晚的寒山寺凉气逼人,半山的云烟缭绕着,根本散不开,越往里走,越觉得诡异的可怕,大理寺众人随刘青走了很久,来到了香驯生长的地方,这里潮湿阴冷,寒气逼人,几颗鲜艳的香驯长在那里十分明显,旁边还有采摘的痕迹, 看来刘青没有说谎,大理寺少卿前后端向着这颗鲜艳的香驯,总觉得奇怪,于是令人将剩余的香驯全都挖回去好好研究,众人一股脑围了上去,将香驯连根拔起,就在香驯被拔起的那一刻。 香驯所依靠的那面峭壁也开始松动,似有坍塌的趋势,众人拿着香驯纷纷往后退步,果然周围的石子开始滚落,草木开始松动,不一会儿,陡峭的土壁上,赫然露出一个凉尺, 两尺宽的大洞,从洞口往里打探,见不到一丝光,洞口蹊跷,不像是人为招出来的,倒像是蛇虫打的窝,蹲在洞口仔细听,还能听到嘶嘶嘶嘶嘶的声音。 大理寺众人猜测是蛇虫在搞鬼,但是两尺宽的洞却也着实令人害怕,此事要是传到山下百姓的耳朵里,以后谁还敢上山打柴呢? 大理寺少卿立刻派人去找寻专业的打蛇人。 带上打蛇专业的东西,今天,必须要将这毒害数百人的罪魁祸首抓住,还百姓一个安稳。 几只专业捕蛇人到达现场,开始对洞口进行分析,他们告诉大理寺众人,此洞口外长有相讯,怕是此蛇有些来透,恐是赤链蛇,再反观这个洞口,怕是这个洞里又不下百条赤链蛇,捕蛇人此言一处。 周围人的脸色都变了,纷纷有了想逃跑的念头,逼近大家都不想在这次公务中丢了性命,但是大理寺少卿还是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了,就这样回去, 不知道这个洞里的赤链蛇还要危害百姓多久,他想抓住这些害人的东西,捕蛇人们也有些发怵,他从未捕过这么大面积的蛇,恐捕蛇不利,最后伤及性命,但是黄命在上,他们也不敢违抗,只能硬着头皮上了,捕蛇人在洞口设下重重陷阱,又往洞里熏艾草,他们听着门口的嘶嘶声,判断赤链蛇要出来了。 这么多人摒弃凝神,捕捉到一只头皮碗大,足有数丈长的赤链蛇,后面陆陆续续又捕捉几只,但并未达到数百只之多,想必是有的蛇已出了洞,外出觅食了,洞里还有数不清的蛇卵,都聚在一团,相信本就属于毒草,如今又长在赤链蛇的洞口处,相信长得这么好,定是吸收了不少赤链蛇的毒气,被赤链蛇的毒气反噬, 也是接着赤链蛇的毒气长这么密,这么好,拿着香训的官兵,吓得立刻将香训扔得老远,反复地擦拭手掌,这些香训都是含有剧毒的,刘青只是喝了一口汤,就倒地不起,差点命算黄泉,众人将赤链蛇的蛇卵敲碎,开始打道回府了,一路上,大理寺少卿不说话,心里有一个疑惑他想不通,为何赤链蛇洞会出现在寒山寺? 按照常理,赤链蛇是喜静的,而寒山寺每日人来人往,好不热闹,这样的环境,是不适合赤链蛇居住的,难道这些是人微扬起来的? 回到寒山寺的大理寺少卿,并没有急着向朝廷汇报,而是翻看了历代寒山寺主持的记录,以及寒山寺发展的轨迹,想要在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,天不负人愿,大理寺少卿还是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。 原本寒山寺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庙,但有一年,一人在此求取功名,并一举高中,民间便将寒山寺传得越来越邪乎,百姓纷纷来寒山寺,求得心中所愿。 香火前自然是少不了,寒山寺也顺势扩建,将原本小小的寺庙,建成了巍峨无比的大寺庙。 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,寒山寺本是靠着蛇山的,由于寒山寺扩建,将蛇山上的蛇都挤到无处可去,于是只能盘旋在寒山寺这座山上。 那些美味的香训,看似是自然的馈赠,其实确实天然的陷阱,下面的蛇窝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当看到颜色鲜艳的食物,我们一定要再三斟酌。 经历了这件事,朝廷派人将寒山寺与蛇山划清了界限,让人们小心涉足蛇山,也为蛇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,人与自然和谐生存才是王道。 这个案例也引发了人们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反思,促使人们更加谨慎地对待野生食材,并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和传播。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司法制度的局限性,如果不是厨子的幸存和武座的洞察力,这个案件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。 它提醒我们,在面对未知时,保持理性和谨慎是多么重要。 同时,这个案例也为后世的法医学和独理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,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,随着时间的推移,寒山寺最终还是重建了。 然而,这个故事却像是一个无声的警钟,永远回荡在寺院的终生里,提醒着每一个到访者,生命是如此脆弱。 而大自然的力量是如此强大,重建后的寒山寺不仅保留了其宗教和文化的意义,也成为了一个警示世人敬畏自然的活生生的例证。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生命价值和环境保护的深入思考,它提醒我们,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,也要尊重生命,敬畏自然。 寒山寺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永恒的教育题材,被写入当地的历史教科书,警示后人珍惜生命,尊重自然规律。 保留文化有于震 Oui,提醒者 Vanguard,微信心保留文化的重要关系和证金基督 Zur传 Бasion,联盒相太敏。